欢迎收听中文年军书 我是金木冲 中文年军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书名是《愿我化作一棵树》 这是三名书局今年出版的新书 那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的是 三名书局的副总编辑 肖远芬小小姐 那这本书最主要是谈60棵树 是他们精挑细选出来 树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4亿多年了 它有它的生存之道 那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 如何从这本这些书身上学到一些 它的生命哲理 其中一些书就是到了这个新的环境 都能够适应生存 发展强韧的这个生命力 然后繁荣壮大茁壮 那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今年11月 美国巴士顿选出有史以来的 第一位华裔女市长 Michelle Wu 她的中文名字叫做吴米 吴米的父母是台湾的移民 她出生在芝加哥 那现年36岁 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代的华人 她是美国民主党里面的 所谓的进步左派 这一次她以这个六成四 压倒性的高得票率 打破了过去所有华裔参政者 通常只能靠华裔者的支持的这种宿命 尤其南德是在现今这个美国 这个右翼民粹当道之际 她能够以这个民主党里面的进步左派 这种理念 就是强调落实社会正义的这个政见 去做诉求而获得胜利 她不但压倒了这些保守派 对于她所主张的绿色新政的负面拼频 然后更证明了这个华裔的第二代 也可以突破种族的歧视 这种限制 在美国的政坛展露头角 无名她的竞选政见 这个其实是充满了这个左派的理想元素 最主要包括三项 第一个就是全市的公车免费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缩减这个种族贫富差距 也就是她主张这个反对 这个房地产的霸权 恢复这个房屋租金的这个限制 就像这个A&B 有时候在这个观光圣地 开出来的房价住宿都非常高 她觉得应该有所限制 第三个就是全市的绿色新政 她主张2024年要实现Boston 市政探足机的禁止为零 那所有的校车都换成这个电动巴士 全市的街道路数都要增加一倍 2030年呢 要全面使用可再生能源 2040年的时候呢 全市要达到这个碳中和 她同时也支持这个所谓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个运动的主张 同时也觉得要削减这个警察的 这个警员的权利 吴米在竞选的时候 她也充分利用这个Twitter 还有这个抖音呢 IG这些平台啊 去宣传她的理念啊 赢得很多年轻人对她的青睐 但其中很重要 她获胜的因素就是 她得到美国去年这个民主党 党内总统参选人 竞选的候选人呢 也就是参议员伊丽莎白华伦的大力支持 她帮她这个大力相挺 这个去拉票 华伦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跟她呢 她是她在哈佛大学博士班的老师 所以这一次啊 这个吴米能够在只有11%的 这个也就是11%的亚裔选民生活的 这个波士顿中 能够获得六成三的选票 华伦的这个支持力啊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那吴米曾经是华伦这个选举幕僚 两个人的关系啊 是亦师亦友了 吴米他当然自己啊 也不是波士顿的政治新人了 他在2013年就当选了 波士顿的这个市议员 2016年啊 还担任了波士顿的市议会的议长 吴米这次当选这个市长 可以说是超越了族群及连龄层 打破了波士顿的多项政治记录 他在美国这个近百年来 两百多年来 都一直是由爱尔兰裔 及意大利美裔白人组导的政坛的 这个局面被他打破 他可以说是颠覆了一个 旧有的局面 开创了一个新局 最后值得一提的 就是说他在胜选发表感言的时候 他说 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儿子问我说 那男生可不可以被选为波士顿的市长呢 他说我就回答他说 他们曾经是市长 将来有一天也会是 但不是今天晚上 因为今天晚上 波士顿选择你妈妈 令人会心一下 好我们待会回来 一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今天要谈这本书 愿我化作一棵树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树 我是金普通 周末炼金树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书名叫做 愿我化作一棵树 他的副标是学习人生中幸福的必修课 那我们今天 请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书 的是三民书局副总编辑 萧远芬 萧小姐 萧小姐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萧小姐 这本书是你们三民书局出的一本 小小的很精美的书 因为平常我还 这个很少找到这种图文并茂的书来 这个节目中谈 那这本书非常有趣 因为它介绍六十种树 是 那这个作者是一个美国女生 叫安妮 我看她把这个六十种树的特性 其实英文叫 How to be more tree 怎么样更 让自己更像一棵树 其实她的意思叫你从树在这个 她已经有四亿年的历史了 要从她的这个四亿年的历史中去学习 他们如何去适应环境 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那这本书里介绍六十棵树 是从平地我们平常可以看到的一些 接触到树到 我们比较少接触山区森林里面 大概几百公尺到几千公尺高的 但是在六十棵树里面 我们今天不可能谈完 所以我特别请您 就是我们一起挑几棵树 来谈谈这些树的特性 而且这些树也蛮有趣的 我想您看过也知道 就是说有一些特质 那从中间可以悟出一些人生的哲理 那您要不要先谈谈您对这本书的看法 有关于树 为什么会想到以树为主题呢 跟人事上面做了一个连结 主要是我想第一个是树 因为它没有办法移动 它不像人或是像动物 它可以遇到困境的时候 它可以离开 然后它是必须要面对这个困境 去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所以这个部分跟人事的连结 它就会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那面对这个逆境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累积一个经验 然后比如说 透过它的一个进化的这个转变 让它自己改变它自己的自身 来去适应环境 那经过这么四亿多年之后 那他们各自找到自己合适生活的这个居住的这个大自然 然后透过这个部分展现我们它的一些 在启动它的一些生活生存机制的部分 比如说落叶 它因为它这个落叶机制 它因为减少了光合作用 那减少水分蒸发 那它就发展出一个比较适合它生活的一个方式 那透过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其实就会让我们比较知道说 在目前的一个人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调整我们自己 然后去面临这个新的挑战 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的话 像是树它其实有一种是群生的动物 就是有点像人是群体动物一样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连接到我们之后 可能会谈到一些 它可能是有一个合作的关系 有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那透过这个案 我们也可以施法自然 然后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树的成长 它是比较需要有时间的一个累积的 所以它慢慢的透过年轮 一年一年的它去做一个成长 那因为它这个 它是慢慢的去成长它的一个 不管是它的这个树的这个树干的宽度 或是它的一些它的高度等等 它都需要时间的累积 就像人无法一夜之间长大一样 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淬炼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几个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就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作者会选择用树木 当做是它跟一个人世间的一个 当做算是一个对人的建言也好 给大家一些有个心灵启发的一个 一个窗户让大家看看一下 树是怎么去生活的 是因为它这里面介绍 其实有一些非常这个稀奇的这个树种 像您刚刚讲说 有的寿命几十年 但是也有到几千年 是 那有的才几十公尺高 或者是但是又可以长到一百多公尺高的 好那我们等一下一一可以多来谈一下 那我们今天先谈第一棵树是紫山 对紫山 也是红豆山 你要不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紫山 对紫山其实我们台湾比较常称它为红豆山 那它是一种生长比较缓慢的一棵树 那因为它的树 它的成树它中间的是中空的 所以你很难从它的这个外观去算出它的年纪 所以我们在人世上的连结上 我们就联想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树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经过岁月累积 但它却身长不露 不会随便把它的一些底牌 跟它的一些所有的资力在短时间就掏出来 也是需要它会有耐心 然后慢慢的去累积它 在适当的时候 它才会去表现它的一个分量感 所以我们在紫山的话 作者告诉我们耐心是一种美德 对 是 这个紫山其实在各位如果看哈利波特影集的话 你就知道哈利波特里面不是那些小朋友 这个都有这个魔杖 其实这个紫山是在哈利波特书里面 其中一种叫紫山木的魔杖 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魔杖 那这个树就像您刚刚讲 它是中空 中空会造成什么 它就没有连轮 因为通常看树的这个年纪 是把它切开横展以后 看它连轮 但这本树呢 这种树呢 它就是整个中间空的 而且它这个树干的直径啊 可以到达四公尺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树干 然后中间是空的 那它形容就是 作者说从中间体会到人生 到底就是说 它就是非常低调 就像树里讲 它有一点神秘的树风 那不轻易透露自己年龄 然后其实就是 另外就它的根 布局非常深远 所以低调 然后布局深 然后意思就是 我们人活在世上 其实有时候你要靠时间 要耐心等待 就是你要放慢脚步了 那任何事情都要从 这个所谓登高避自尔 行远 行远避自尔 登高避自卑了 所以这个人一定是要 这个有耐心 好 那还没有再谈哪一棵树 我们再来看一组树好了 就是白羊 是 白羊的话呢 因为它在 它是个满高耸的一个树 那平常它是呈现是树林 很多树会长在一起的 那平常看来 每一棵树都往上 努力的成长 向上攀升 都很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都像每一个都是高大骄傲的树 但是在表面上 它们其实在根部上面 是直接是连在一头的 它的好处是 只要有一棵 它的那个根部可以触到水源 那其他的树都可以因而受惠 所以在我们在体会到人世的话 我们想到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合作 当我们在团队合作的时候 平常是各尽本分各自完成自己的工作 但是呢 其实它又是一个团队是相互支援的 遇到问题 我们就是集思广益 在共同去解决它 是 我想它里面也是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之中 要让自己成为大我的一部分 那你这个力量的泉源 其实来自互助 所以大家要懂得互通有无 所以它这树很棒 就是说你看只有一棵靠近这个岸边 河边 它就接触到水 那下面呢 一连串跟它长在附近的这些同样的树 就不缺水了 这个不是每棵树都有这种福气 所以做白羊树的话 应该是活得蛮愉快的 因为只要靠朋友 就可以充分得到这个援助 朋友邻居受惠 大家都受惠 下面我们可以谈谈鱼树 鱼树也是很有趣的一棵树 你要不要跟大家先谈一下鱼树 对 因为鱼树的话 它也是一个 我们也是联想到合作 但是鱼树它特别的是 当它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 比如说毛毛虫在它的树上停留 它会被毛毛虫吃了跟攻击 这个时候它就会释放出菲洛蒙 去吸引一种寄生风的一个 一种风 它会来了以后 它会把它的卵 产在这个毛毛虫的身体里面 那它产在身体里面长大之后 这个毛毛虫就成为被寄生的一个宿主 然后它之后它就会消亡了 它就会危机解除 我们透过这个地方联想到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人常会觉得说 凡事遇到困难一定要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但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去求助的 那求助的对象 它可能是不是跟你同类的人 也许是在别的物联 就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可能其实在同样的 不是找同业去援助 可能是在外部的厂商 其实无论如何 我们都不是孤军的 孤军去奋战 那我们找到别人来帮忙 也不是示弱 而是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式 就是成功不一定是要靠自己来说 那这个是一种跟非同类的一个互助合作的一个例子 这个是我看了以后 我还上Google上去搜寻一些相关资料 这个后来我还跟我女儿分享 因为太奇妙 这大自然 其实这本是我们先讲 这个作者要表达的 就是说 它原文是讲说 ask for help when you need it 就是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不要羞于其耻 你要能够开口去求救援 因为社会上太多人 有时候就 好像就是自己在那里受苦 受难 就是不好意思向人家求助 他就说你看这棵树多厉害 这个树因为那个毛毛虫来吃它叶子 毛毛虫会吃叶子 它就会散发一种费洛尔蒙 它会把这个 你刚刚讲那个寄生风引来 那个寄生风让我真是叹回关子 它用这个它的刺 刺到毛毛虫肚子里面 把卵缠在里面 那个卵就慢慢长成这个幼虫 就在它肚子里面蠕动 我看那个国家地理频道 把它拍出来 毛毛虫肚子还会这样一起一扶 就它的那个幼虫在里面游动 游走 好 等到幼虫长大以后 它就要穿破毛毛虫的身体出来 出来以后在外面节俭 哇 那个钻出来 从那影片上看起来 我真还有一点恶心 就一出来要几十只 就集中在那里用一个卵 可是毛毛虫就像被催眠一样 可能是因为它觉得 是它从自己肚子里伸出来 它就去把它用兔丝 又把它这个围起来 然后就变成它的守护者 那以前呢 这些昆虫在它身上爬 它都不在乎 现在只要与一人接近 它就会去咬 把这些虫统统赶走 然后等 那就等于是鞠躬尽脆 等到这些这个破茧而出的这个寄生风出来以后 慢慢慢慢爬出来以后 然后呢 它就立结而死 这真的是 难以想象 鞠躬尽脆 是啊 我们其实几个 几个女同事 之前我们有做另外一本书 刚好也讲到寄生生物 大家看了影片说 女同事都在那边剪脚 太可怕了 好像跟催眠洗脑一样 然后我看这个 Google里面还介绍了说 它是一 这个毛虫不是蝴蝶的毛虫 一种鹅的毛毛虫 它大概有70% 都会遭受这种悲惨的命运 只有30%是自己的后代延展下去 这边也是太可怕了 所以这个鱼树多厉害 可以懂得借助外力 来解决自己生命的威胁 这个我们要学习的 好 下面我们谈一谈什么树呢 下一棵我们来看看赤羊 赤羊它是一种多 大部分是生化在一个 溪流河谷的旁边 那因为它的根部可以固单 它可以改善土质 所以常常大家在一些 比如说水土保持被破坏的地方 或是一些沼泽区 不利于其他树种生长 我们第一个会看到的树 大概就是赤羊了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 这样子的环境 反而是它喜欢的 它会在这边去生长 透过那些氮气的部分 它会让自己生长的更好 所以我们联想到人事的部分 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 那各取所需 那找到自己哪一个环境是适合自己的 这个事情是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找到自己的偏好 也没有所谓绝对的好或坏 那赤羊的这个超级强的这种适应力呢 它也是可以变成 因为它变成是所有的直批破坏者的这个先锋 所以它也是恢复绿意的时候的首选 大家第一个会中它 像这样的先行者 我们也可以呼应到人事上面 就是能够做别人所不能的 那你自然会拥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赤羊它是跟沼泽为伍 这么恶劣的环境 所以就像您刚刚讲 大家要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的天赋 然后就能够适性发展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继续跟萧远分副总编辑 我们来谈这本书 愿我化作一棵树 欢迎回到中文年纪书 我们今天是跟三名书籍的副总编辑 萧远分萧远姐在谈他们书籍出的一本书 树名叫做愿我化作一棵树 是想从树的 存在地球上已经四亿多年了 从他们的生存历史中 我们来这个参悟一些人生的哲理 因为如何生存之道 这些树就像这个一开始所讲 它不能移动 它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中 怎么样找到能够让自己茁壮 而不被淘汰 好我们下面要谈哪一棵树呢 萧小姐 接下来我们是看的是黑胡桃 好黑胡桃 对黑胡桃的话呢 因为大家可能在家具中最常听到家具啊 地板都用胡桃木 因为为什么用它 是因为它比较坚硬 那胡桃木能够带给我们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心材 就是木头最中心的这一个部分 心材是非常的坚韧的 所以不管它的外观 它的花果等等都让大家受到注意 但是它的内心坚强才是最重要的 在大概就是支撑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内心 对所以其实用来讲就是说心如钢铁了 因为你要有抗压力 因为胡桃木最厉害就是它 它可以抗腐化 所以适合做家具能够长久就这样 它的心材是非常坚硬的 所以我们一般像 如果男孩子当兵就知道 我们的步枪的枪托跟枪柄 在以前通通都是胡桃木做的 所以胡桃木是非常耐用的素材 非常坚固 所以我们人只要心坚强 能够面对挑战 不被打败 你就能够适应生存 我们下面再挑一棵树哪一棵 我们再来的话是台湾比较熟见的 就是红树林 对这在淡水 因为红树林的话 它比较特别 它的生长的环境是在一个出海口 应该是它可以适应到咸水的生活空间 那也透过它的这个胎生的方式 它把它的种子直接 就是从母株上面长出小树 要利用水的方式去传播它的这个生存 它的种子这样子 它比较特别 所以这个就是它里面强调的 我们可以学习的哲理 就是说其实你是利用你自己生存的优势 你像您刚刚讲的 在一般植物碰到原水的话 它没有办法生存的 所以他们讲说这个红树林 是所谓的河口的优势生物 对适应力很强 只有它能够有它适应力 所以它能够充分的发挥 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 让自己茁壮 那像您刚刚讲 它生存力非常强 它这个小树苗 就是说它不是种子 它是直接在树上根部会长出一些小树苗 这小树苗可以随着水飘飘飘 飘到哪里就在哪里落户生根 对反而扩大它的生存空间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 这个它的未来都是美好的 所以它用了一个计划未来 意思就是树若懂得为自己的未来规划 是是是 那我们下面再谈哪一棵树呢 我们再来的话是讲樱桐 樱桐其实就是台湾人所俗称的法国梧桐 那它之所以叫做法国梧桐 是因为它在最开始引进到中国东方来的时候 是在上海的法国租界 所以我们就称它为法国梧桐 那因为这样子的树它的叶片很大 它树荫也很大 而且它比较抗污染 那因为它的这个外皮它是会 树皮会剥落 所以它可以摆脱这些脏污的污染物 而且它的这个根啊可以深入地底下 然后也可以比较不受到这个 薄油露的这个限制 所以它又少虫害 所以非常适合作为一个行道树 所以还蛮多城市都会大量的种植法国梧桐 那我觉得这个它这棵树最特别的是 它其实是一个外来种 它透过它的外来种 它进入到都市成为一个都市的主要树种的时候 它是进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环境 它很迅速的去适应这个环境 然后去从中找到它合适发展的一个空间 那联想到就是像很多其实这些离乡背景的人 它可能从它的家乡来到了都市打拼 然后在这些奋斗的过程中 它可能就此落地生根了 它发展的很好 它成为从异乡人变成了一个原居者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可以联想到 其实还蛮多 因为台湾的都会化的这个情况比较多嘛 所以其实还蛮多人可以从这种感受到一个 在这种追求梦想找寻自己的过程 然后来到新环境 如何让自己成为新的环境的一部分 这些都应该有蛮多的这个心路历程可以分享的 所以作者强调就是说你其实你的人生应该勇敢的走出舒适圈 到新的地方 其实像这个上海的梧桐就所谓英桐 英国的英 因为它英桐有美桐 美国桐 所以像这就很多像这个到海外去移民的一样 到整个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环境之中 它如何能够在那里能够让自己茁壮繁荣 要成为新的一份子也不容易 适应新的环境 好那我们接下来谈哪一棵树呢 我们在下一棵讲到是银冷山 那银冷山的话它是一棵真夜林 那其实真夜林的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遇到冬天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因为太阳光比较少 所以透过光合作用的部分 那有些树它就选择去落叶 那对于银冷山来说的话 没有了太阳 它就是比如说它就减少它的这个叶子的吸收 那在这个时候它就会放慢脚步 让自己的整个机能慢慢的减低 那就像是我们人可能有的时候 你真的是要放慢脚步 用一个省电模式 调整一下才能够迎来新的一个 出发的一个机会的这样子的充满 重新充满力气的一个机会 对就是说您讲的这个 它这棵树银冷山 它在冬天没有太阳的时候 它也能够适应 所以它是这个全年 它都是用真夜 所以它全年是长绿的 就是它到冬天它不会变黄或枯掉 意思就是它为了减少水分的流失 它把自己变得很能适应这环境 所以它就把叶就像您讲 它不会变成落叶 它把它变成真叶细细的 这样子就是目的让水分不流失的话 所以即使没有太阳 它也能够度过严冬 所以人就是要能够碰到逆境的时候 你也能够忍耐 然后能够续养精神 等待春天的来到 对就不照镜这样子 对好 那我们再来谈哪一棵树呢 接下来是狐孙树 好谈狐孙树这一棵树是非常有趣的树 狐孙就是我们讲的猴子树 好我们修一下 待会儿回来跟大家继续谈狐孙树 好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树 我们周末炼金树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 愿我化作一棵树 是三名书局出版的 我们今天是跟副总编辑 小远芬小姐谈 小姐我们谈这棵狐孙树 狐孙是猴子嘛 这棵树啊 你可以看那个插图就觉得 我还特别上Google就看他的照片 长得很特别 长得非常特别 他们有人形容像一棵倒叉的胡萝卜 胡萝卜后面有这个绿绿的根根 就是他的树叶 然后整个身体形状 树干非常的粗 非常的粗 对不对 你要谈谈这个狐孙树 对 因为他长得非常的高 所以他也比较动物应该没办法吃不到他 那他的寿命呢非常的长 所以他可能一路一路往上涨 涨到天际为止 那我们对让人是我们是讲的是昂首自信 你专心一致的往上成长 那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累积自己的能量这样子 对因为各位看电影也都知道 这个在非洲这些草原上 有些树矮的灌木什么 就被这些山羊或长颈鹿 就把叶子都吃掉 那胡萝卜是得天独厚 他大概为了适应环境就把自己长成这样 他可以长 他寿命非常长 我查了一下他可以有2000年的寿命 然后呢 他的这个直径 也就是说他树干可以宽到20公尺 那更大一个特点就是说 在这个草原里面常常有干旱的时候 他为什么长得这么胖呢 就是他里面可以储藏水 他这个水啊 可以储藏到一顿左右 你想想看多可怕 那猴子啊 很喜欢吃他这个东西啊 所以叫狐春树 他的叶子种子都可以吃 果实也可以吃 那非洲人啊 当地有人把它称作这个猴面包树 就是非常特殊一个树种 那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查一查 他的这个照片啊 看到他这个奇特的这个造型 好 下面我们谈哪一棵树呢 接下来我们来讲东青好了 好 对 因为东青他是有个特别是在于是说 他的这个在不同的地方成长 他可能外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他的叶片 大家有看过全部都是绿色的 或是他边缘有一圈浅绿色的 对 这就跟他的这个叶绿素的这个数量有关 那这叶绿素的数量就牵涉到 他的成长的这个环境 接触到这个阳光的多寡 他因为这样子调整他的这个外形 那还有就是他在低海拔的时候呢 他的叶子会比较有一些比较尖刺的部分 这样这个尖刺的部分的话可能动物就比较不爱吃 就可以多保留他的这个生存的空间 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想看看要怎么去改变 那改变方法其实有蛮多种的 就发挥你的创意 找到一个最理想的解决方式 换句话说 简单来讲 人就要懂得这个与时俱变 对 然后懂得权宜变通之道 好 那我们下面可不可以来谈谈这个 银白羊还是我们来谈这个 因为树太多了 有60个我们今天不可能讲完 各位真有兴趣的话就只有买树来 那我们谈一谈非洲相思树好了 好 那非洲相思树这个 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这棵树是非常有情有义的 他不但懂得保护自己 还懂得保护他人 对 这个是在41页的这个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谈一谈 是 非洲相思树是因为他 他最特别的一点就是 他在被 被动物吃食的时候 可能比如说长颈鹿来吃他的时候 他会释放乙烯的气体 来警告他附近其他的树种 那其他的树 有接收到这个讯息之后 知道说有草食性会来 有草食动物要来了 他就会释放一些 对动物来说是有毒的那个丹宁酸 然后在他的叶片里面 所以接下来再来吃到 这几棵树的话 就可能就会中毒 那透过这种方式呢 非洲相思树就会通知他的 这个周遭的树种 保护自己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引申到人事上 就是一种对于这个朋友的 有情有义 自己收到攻击的时候 也一定要去提醒一下朋友 就是要提醒他们互相帮忙这样子 对其实在人群社会中 这个做朋友一定不能够太薄情寡义 然后自己有好康的应该 然后这个遇到危险的时候 要发出警告 让大家都能够提早做准备 好那我们下面再谈哪一棵树呢 我们再来的话是讲一棵 比较特别的蓝艺树 对蓝艺树的话呢 因为它是树的树液 是呈现一个蓝绿色的一个颜色 非常的漂亮 就树枝了 对树枝 树液 树液 那这个树的话呢 它是在这个南太平洋的树种 那其实已经非常少见了 它之所以会这样子 是因为它的这个土壤 它是具有一个高剂量的 这个金属物质的镍 铁跟镍 那是有毒的金属 对这是有毒的 那蓝艺树它特别是 它因为面临到这样子困难的环境 它就坦然接受它了 所以它改变它自己的一个机制 就是它在树液中吸收了这些镍 然后去把它转化成它自己的这个树液里面的一部分 对对对所以透过这样它就会跟它跟这个有毒的这个金属物质和平共存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树种 所以今天再跟大家分享 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讲说你如果改变不了的时候 你就要坦然面对了 然后打不败 它你干脆就加入它 因为它这个 因为你看那么浓的这个镍的这个成分 是会镍中毒的 植物也会镍中毒的 它是一般植物的这个含量是25万倍 对所以它每一千克的这个蓝艺树 每一千克的树液 也就是树之中液体的液 就含有250公克的这个镍 那就刚刚您讲的 它是几万倍 是人家的这个一般植物的25万倍 那所以它自己是用这种柠檬酸 把这个镍储存在它的树枝之中 所以你看它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 还可以能够设法跟它生存 这个就是看出它人要学习它的适应力 对适应力跟包纳不同的这个能力 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呢 待会回来再继续跟各位谈 好 其他的树 欢迎回到中文念经书 我们今天是跟萧远芬小姐来谈 三明初期的这本书 愿我化作一棵树 萧远芬我们今天谈了很多 大家不认识树 但是现在要谈这棵树是大概 台湾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 尤其中南部小朋友 我在中南部长大 到处都是榕树 你要不要谈谈榕树 榕树的确是大家最熟悉的 尤其像一些商标 大家成为商标之后 大家更广容 是那个台湾最有名的 这个在成大的那棵树 榕树的部分的话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它 就是它有很多的气根 然后它的根根也是 它的根部也是长得很 很到处乱长 刚刚你有说过 就是聊天的时候 有聊到说 很困扰 在路上可能乱长 它可能会破坏到一些行人道 对人形的部分 对那也长很多小痘痘 它随便在掉落的时候 小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玩这些豆子 它掉到地上 它就长到 掉到哪长到哪 所以很多房中 只要有一些小细缝 它都可以从中生长 生成力超强 对生成力超强的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 就是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条条条大道通罗马 它不管到哪里 它只要有能够生长的地方 它都可以努力的让它生存下去 不管是透过种子 透过它的气根 透过它的 直接它的根部去发展 它都可以去 尽它的能力把它扩展到极致 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 我们在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要走出自己的路 想办法去做最大的 发挥尽全力而为 是您刚刚讲说 成大那棵树 是我这个青少年 在那棵树下打滚长大 因为它在成大的 成功校区的荣源 我们都在里面 那棵树后来变一个 很有名的企业 拿去做它的标志 所以强调的就是这个荣树 其实是有强韧的生命力的 然后最重要 它自己非常积极进取 所以它这个想办法 让自己能够 扮演生命下去 对 好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的就是 银杏 银杏 对 好 您要不要先跟大家谈一下 对 因为银杏 大家可能平常看到 第一个联想到 就是它的这个 很美丽的那个叶片 对 尤其天气到 那个时候到 季节到一片的黄色 非常的漂亮 那还有就是它的果实 银杏很好吃 然后也对有很多一些 也很养生 吃起来其实还对人体是很有帮助的 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气味不好闻 对 虽然看到很漂亮的银杏树 但是那个味道是 其实是还蛮可怕的 对 它说那个味道有点像腐败的奶油 是 对 因为它这个含有这个丁酸 是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美景 吃美食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忍受一下 它可能有个比较让人比较 无法忍耐的一个味道 这个银杏又叫白果 白果 白果其实是 我们吃茶碗蒸的时候 你看里面一定有一颗 对对对 它当然味道 它有点色 可是它已经是经过处理 就像刚刚讲 如果没有处理 它有一种腐臭味 对有个腐臭味 那这个银杏是世界上最老的树种之一 它可以长到大概40公尺60公尺高了 那它的生命力超强 它存在地球已经超过两亿年了 所以你刚刚讲说 这个人总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 所以这个你要接纳生命中自己的不完美 银杏可以证明上帝是公平的 它生命力超强 因为在这广岛 那个美国轰炸日本原子弹的时候 原子弹爆炸之后 所有的食物都焦黑死掉 对不对 这个原子弹辐射 但是在那一段时间后来 春天来重新发芽 最早找出新芽的就是银杏 那它的这个树干也是很粗 可以到这个四公尺 那这个有人称这个银杏叫做活化石 你就知道它可以活得多久 那它自己呢 可以抵抗这个所谓的压力 这个树里面抗压力强的大概 它是数一数二 不受旱灾还有疾病的影响 因为它会分泌这个抗氧化剂 还有能够抗菌剂 还能够分出一些植物的激素 那更有趣的是 我们吃的这个白果 其实不是它的果实 是它的核 所以中国大陆上面 钟南山 这个有一个观音室 这个室旁边就有一棵 这个号称已经有1400年的 这个寿命的银杏树 神木了 对对对 已经是神木了 它的叶子呢 因为摘下来的时候 你仔细看它长得像鸭掌 所以它这个银杏呢 也有一个别号叫鸭角树 所以这个树 其实大家都知道 吃银杏可以抗什么老化啦 记忆退化 其实跟它讲 它自己能够分泌那么多的 这抗氧化剂跟抗菌剂 有一些关系 是 好 接下来我们再谈哪一棵树 我们再来看的话是巨山 巨山 对 巨山它是 它非常的高 因为一般的话呢 我们在 其实透过这本书 我们才知道一个小知识 就是根据科学的这个定律啊 我们这个树最高最高最高 大概是长到120公尺以下 对 所以这个地表最高的这棵树 其实就是巨山里面 它其实有一棵叫做巨人的海伯利昂 这棵红山 它的高度刚刚好就是115公尺 对 透过这个方法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任何万物发展 其实有它的极限所在 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无限无致的去扩张自己 我们总总要找到一个边际点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要能够了解自己的极限 不要过度的这个认识自己 这个因为它的高度100多公尺 已经跟摩天大楼差不多一样高了 是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突破这极限呢 其实因为这个树要把水分从地底下送到这个树端 然后让树叶进行光合作用 那它最多只能送到这个120公尺左右 所以你看这个树就只长到115公尺 大概就已经是它的极限 就是它生物的极限就是在那边 对 这个树其实大家如果常看一些这个节目的话 可以看到你如果爬树爬到那上面 你可以看到整个森林的这个鸟看整个森林 那景观真的是非常壮观 有些电影面可以看到这些画面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萧小姐来到我们节目 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